今次介紹給大家 就是Polly國發展的Town Houses 在Berg Mountain 叫做Bellantree 已經開始開賣了 所以有什麼資料需要呢? 立即找我 大家好 我是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an Siyang 我今天來到高桂林 Coquitlam 一個新的發展社區 叫做Berg Mountain 可能大家都聽過 因為另一邊也有很多獨立屋的發展 而這一邊我們站在這裏 其實已經發展了很多Town Houses 我今天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Bellantree的Sell Center和我去的Show Room 因為它已經開始開賣了 未正式開賣之前 部份的屋已經賣了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影片 其實我之前也有幫另一個客人 買了Berg Mountain的Forester 它的Location就會在Bellantree的下面 所以今天我就上到這裏 希望可以展示給大家看它的Show Room 我們可以進去看看 我現在進來的Sell Center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個地圖 有個地圖 首先 這個地圖 我們現在站在這裏 剛才我在外面 就是Princeton Avenue 所以這一堆就是Face 1 然後後面這個就是Face 2 然後Face 3 Face 1其實是年尾到年頭 已經是Move-in ready 但是現在的資料都很preliminary 所以它慢慢放一些資料出來 但是就是Berg Village Promenade 這裏就是最低的 一直斜上去的 而Forester 我剛才有提過 就會在這裏 它總共有6個Plan 其實A和B都是一樣的 不過B就是Corner Unit 差不多1600尺 CD就是最大的2200尺 C就是Corner Unit 中間2000尺就是E和F 這裏有個大圖 可以給大家看看 它周邊的發展是怎樣 這裏就是Berg Village Promenade 剛才我說過Berg Village Promenade 和Princeton 它就在這裏 然後最主要最主要 大家知道 它這裏 就會變成Future Berg Mountain 的Village 它有差不多3.6畝的公園 會有很多商鋪 Community Center 所以未來這邊 就會方便很多 就不用去到Hokulam Center 才可以說 有個大型的地方去買菜 除了這裏之外 因為Berg Mountain 發展得非常好 除了現有的小學 有個小學 將來它都會加一個 中學 或者是中學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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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更加多的陪圖 在旁邊 如果你說 由這個地點 去到Sky Train 其實只是開車9分鐘 去Kokulam Center 也是開車12分鐘 所以 你這邊又很寧靜 但如果你就算說 要去一些旺一點的地區 其實開車都不是很遠 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看這個C1 Plan 它是有四個房間加一個Family Room 以及三個半廁 總共大約有2200多呎 是最大的單位 它這個也是Corner Unit 所以比它有另一個Plan 其實是同一個Floor Plan更加大 我們不如進去看看吧 進來這個C1 Plan 你就會看到這個Floor 它是很高層樓的 很少層樓會有這些高層樓 所以它有少許 除了Size 像Single House 它這個Setting 都很像Single House 在正門進來 其實這邊就會是Garage 我現在可以再拍給大家看 但代表你拍完車 其實就直接進入這一層 不用走樓梯 我們進去 阿Long進去廳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Closet 你可以擺衣服或者擺鞋 然後再經過這裡 就有一個客廁 有一個客廁 其實這個比較小 它是長型 這裡就有一個星盤 門後面其實有一個洗手間 所以進來這裡真的很闊 它除了一個C0高之外 它很闊 電視廳 飯廳 以及廚房 簡直是 我覺得是像Single House 也因為很多客人 經常都會說 現在的Townhouse 真的很窄 全部都是這樣的 很窄很窄 這個就完全不是走的風格 加上 它在Burk Mountain 有很多樹景 這個單位也是On Green Belt 所以它的窗又夠大 你看到外面 全部都是綠色的樹 那就很舒服了 然後來到這裡中間 就有一個Dining Area 它放了一個路人桌 然後周邊其實都很闊落 Kitchen這邊 其實看起來好像很Standard 這裡有一個大Island 放下巴椅 讓小孩子在那裡 坐在那裡吃個Snack 或者早餐 這邊其實有些櫃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 另外一個Selling Point 就是這個窗 這個大窗 加上它有Double Sink 你在這裡洗碗 看著那些樹 Open View 就很舒服 它在星盤旁邊 就是有個洗碗機 它所有櫃都是Soft Closed 也包了一個Garbage Bin 可以分類 也有這個櫃可以給你放一些鍋 大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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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它的Splash很漂亮 然後它的Countertop又很長很闊落 它就包了這個五個頭的Gas Law 除了你們大家看到這裡所有的Cabinet之外 這裡也有很多 後面這裡 Island後面這裡 也有一個Build-in Microwave 另外最好就是這個 它有六個這些櫃 其實 即是它有三套這些 這麼闊落這麼大的櫃 可以給你放很多東西 因為有些人很喜歡煮食 就需要很多這些空間去放去 那些調味料等等 很多東西 所以這個就非常實用 很少看到有這麼多櫃 在這一層 其實它還有一個Outdoor Space 就是有一個Balcony在這裡 它出來的時候 很長 也算闊落 它就有一個Gas Outlet 給你用來BBQ 這邊環境真的很安靜 所以很舒服 你坐在這裡休息一下 看看風景 多麼享受 現在我們上二樓看看 我們上二樓 這裡就是第一間房 這個房間的尺寸 其實它預料到你 都是小孩子住的 就放了一個Queen Size Bag 放了Queen Size Bag 之後 其實它還可以有位置 放一個床頭櫃 加上它可以放一個書桌 因為很多現在的房間 比較小 就放不了那麼多東西 所以現在它設定到 你可以放了讀書 又在這裡 睡覺又在這間房間 然後它又有一個大窗 看著這邊的景 現在去到出回來的房間 其實這裡就是有一個 Sharing Bathroom 它的Sharing Bathroom 其實一個Sink 有一個Bath Tub 為什麼這裡有一個出獲位 其實這個廁所 就是去到另一間房間 意思是 第二間房間 就是變成有一個套房 這間房間的Size 和剛才那間 應該是窄一點 沒有那麼長 書桌位是短一點的 但也可以擺放多一張書桌 床頭櫃 還有這個床 雖然它窄一點 但它的closet 比剛才那間 是一間的 在這間房間出回來 就會是Master Bedroom 當然 Master Bedroom 你一定是大的 它放了一個King Size Bed 左右兩邊 都有床頭櫃 然後還有一個大窗 看回剛才Balcony那邊的風景 然後它也有一個Walking Closet 在這裡 你會看到它的櫃 都是Display Item 所以它這麼漂亮的 就是不包的 不過它的Size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都幾闊 因為這個是主人房 你這個主人房 它就會有Bath Tub 加上Shower Shower Polygon 一直都很細心 有個位置 讓你坐在這裡洗澡 然後Double Sink 廁所在這裡 這個就很長 很闊 我現在還站在一個Hallway 其實還有一個Room 我還未說 就是這個Fall Plan 才有 就是它有一個Separate Laundry Room 它今天眼燈壞了 所以有點黑 所以它就有一個Size by Size的Washer Dryer 對面就有個星盤 有點貴 它的感覺 設置到 整個Single House的Laundry Room 是這一層 其實我們看完兩層 還有最底層 還未看 下面那層是最特別的 就是有一個Family Room 加一個房間 加一個Outdoor Space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我們現在來到最底層 除了你看到這裡 有些closet 給你做Storage外 其實它旁邊這條通道 都是一個Storage 加一個Hot Water Tank 熱水爐就會在這一層 這裡就是他們說的Family Area 你看到很闊落 這裡又有一個位置 然後這個空間 它現在做到是 就是電視廳 多個電視廳 然後呢 有一個凹位 給你用來做櫃 那出去這個 有一個Outdoor Space 那就是很Personal的 這個很Private Outdoor Space 那你會有些樹在那裡遮住 不會被人看到你 叫做 從這裡呢 出到你呢 還有一個凹位 你可以擺一些沙發 在這裡 喝杯咖啡 休息一下 那它這層呢 就沒有Gas Outlet的了 那就沒有預算你 在這裡和朋友BBQ 就純粹在這裡淋一下花 休息一下 就是有些寧靜的空間 那這個房子呢 就會在這個Living Area的裡面 那它的廁所呢 就是 也是Shower 一個Sink 那這間房子呢 它的Size 也是很好的 它的Size 又會有個窗 望回外面 剛剛的Outdoor Space 那裡 所以這個風景 是幾優雅 幾舒服的 就是 誰躺在這間房子呢 其實我覺得 挺好的 有外面的Family Room 那它那個Closet呢 就都幾長 幾闊 那樓下其實還有一個Storage 位 就是樓梯下面 鋪了地板 油了油 那樣的 就放到很多雜物 那現在給大家看看這個Garage的Size 它已經放了一個好像足球場 其實它的Size 就是半個足球場 那樣的 它是Double Side By Side的 正正方方 那所以拍完兩個車 在這裡之後 其實 應該還有少許位在這裡 可以讓你放一些架 在這裡放東西 那它也有一個EV Charger的Rough-In 在這裡 如果你有需要買電車 你就可以改電鍵去充電了 那介紹完Plan C 呢下一個單位 介紹給大家 就是Plan A 那現在帶大家去看就是A Plan 它有四房三個半尺 那尺寸差不多有1600尺 那它是Middle Unit 那如果是Corner Unit 它就是B 就會大一點 那我們進去看看 1600尺的單位 這裡是正門 一進來就會是廚房的Floor 就不會有Garage Garage就會在樓下 那它一進入門口也有這些掛衣 擺鞋的位置 那即是一進來 這裡是電視廳 那它就叫做放在旁邊 因為可能如果放一個梳化 在這裡 這個走的通道就比較窄 那就是電視機在這個位置 但是也叫做闊落 但你要知道所有現在的 那些場子那些櫃都是Display Item 就不包在賣入價那裡 然後我們過來 它就把那個廚房和Dining Area平排了 其中一個我喜歡這個A Plan 就是它這個超級大的正方形Island 它是很闊落 如果很多人喜歡煮食 做麵包尤其是這個位置 就完美了 那它的廚房就是L型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French Store 的雪櫃 然後它旁邊這裏都有些櫃 可以放東西的 那還有一個五頭的Gaslo 那它這裏洗碗這個位置 也是很好的 有個窗 看到它對面 那因為它現在這裏 都一直在建下去 但是這個單位也算是好的 因為有個中間這個位置 剛剛沒有東西遮蓋的 那起碼呢 叫有個景 沒有景就這樣看著對面的鄰居 所以其實其他配套 都跟剛才的Plan差不多 這個Dining Area 亦都是在這裏 有一個Balcony 相對之下 當然比剛才的大單位 就是短些 寬度就差不多 但它也是有一個Gas Outlet 你可以去做BBQ 差不多介紹完這個Main Floor 剩下的就是有個Powder Room 它一定有的 因為如果不是很不方便 它在洗手間 又要上去或者下去 這個Powder Room 就比剛才的大單位 寬度一些 一開門起碼你看到那個廁所 洗手間 即所有的空間都比較闊 這個 然後斜對面 還有一個Storage 你可以掛衣服 所以 除了門口 這一層 還有這個 擺衣服的位 它還有可以 這個套進去 這個套進去 就更長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上去樓上看看房間 我們現在去到二樓 二樓一上來就是laundry的位 你會看到有side by side 除了剛剛好塌塌陷的位 它旁邊 兩邊都有多些位可以讓你擺東西 所以這裏就很闊 和很長的 你會看到我一隻手伸進去 其實都還有多些位可以擺東西 它亦都很貼心地上面 加了些櫃在這裡 讓你放多些雜物 我們首先可以去到master bedroom 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A單位 所有A或B單位 都是看著這個princent avenue 就是看著這條街 雖然是看街 但其實這條街 它就不是很多車的 暫時來說 所以都很寧靜 不需要怕吵 它的size就是 你也看到是king size bed 又是兩邊可以擺床頭櫃 就很闊落 然後床前面還有很多位 它的walking closet 就會去了另外一邊 而洗手間就會在這裡 它這個小單位 所以其實它只有一個shower 它還沒有bath tub 都是double sink 我們現在就過去對面那兩個小房 就給大家看一下它的size 感覺上 其實它的闊度 和剛才那個大單位的闊度差不多 在這裡就窄一點點 這裡就是看回剛才廚房的景 它的closet就大一點 有兩道門 然後它也算是深 所以我覺得都ok 它的closet size 樓上最後一間房 這個屋苑都是target很多family 所以它這間房就佈置成BB房 你會看到其實size 和旁邊的那間差不多 不過叫它擺了BB床 所以就感覺闊落一點 當然比BB房 它的closet會小一點 因為它的衣服小一點 都可以夠位置放上它的衣褲鞋物 它這層第二個洗手間 sharing bathroom 就會在這裡 它也有一個single sink 洗手間和一個bath tub 我們現在可以到最底的那層 看看下面的房間和garage 好 現在到最底的那層了 這裡就有一個area 就是讓你在車房進來 然後其實這裡有一間房 它沒有衣櫃 這間房間 但是你也可以自己擺 這個是display item 所以可能你可以自己擺 放一些衣櫃 在這裡 當一個睡房也可以 因為這個最底的那層 是below ground 它也開了窗 所以比較光亮 而且它就會種植物在這裡 那就沒有那麼噁心 如果當這個是房間的話 其實也不怕沒得洗澡 因為它這裡也有個洗手間 它也有個洗手間 是有shower 所以雖然這個算是A plan 叫做整個屋苑最小的單位 但是如果你有朋友 或者in-law 也有地方可以在最底層那層居住 我們可以再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garage的size 它這個garage的size 其實都可以比美到 大些單位的garage size 都是正正方方的 然後它這裡多了一個room 在樓梯底 就是它放一個hot water tank 它就會放在這個車房位 它這個也是有eVrub-in charger 的位置給你們用 跟大家看了plan A和plan C的示範單位 其實它還有個plan F plan F就是差不多2000呎 有四房加flex 加三個半洗手間 其實它最低的那層就是有個車房 亦都是正門的入口 那層也有個套房 而樓上那層就是有個flex room 加living area family room和kitchen 去到最高的那層就是三間房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plan A 小了些 plan C又大了些 這個單位就最適合你們了 顏色方面就有兩個顏色選 有個深色和淺色 剛才自販單位的就是淺色 ivory 深色的話 大家可以看看以下的照片 就知道它的樣子差不多是怎樣 大家看完show home的環境 外面的環境都很想知道 所以我就開車去周邊 兜個圈給大家看一下 它現在外面的環境 你看到右手邊的屋 全部都是 on Princeton Avenue 的plan A 或者 Plan B 其實它們數量都不多 我知道其實已經賣了一半 現在還剩一半 如果大家有興趣 立即聯絡我看看可不可以幫你留一個單位 去到這個路口 已經是Mitchell Street 我們看著這個角落 就是將來的Berg Mountain Village 它現在還未做任何事 不過它很快就會發展一個很大的地方 就是Mitchell Street 供給這邊的住戶 供給這邊的住戶 我們這邊都仍然會是Bellentree 那些正在建的單位 所以他們Move-In的時間線 其實可能最遲去到夏年 夏年就可以入住了 現在大家看著這裡 它就是寫著Forester 2 所以這裏就是我剛才所說 Bellentree在Forester上面 這裏就是最頂牌的Forester 現在我們在看這一排 就是Phase 3的Bellentree 所以你都會看到Bellentree 其實這個Project的Lot 都蠻大的 來到這裏 你會看到有一批都蠻新的Townhouse 其實都是由Polly港發展 叫Kentwell 你會看到它很多Unit 因為這個Project 應該比Bellentree更大 因為這個Project 這邊是早些發展 所以你會看到它對面 有些Playground 一些綠化都做得很好 環境都是非常優靜 Bellentree的資料 這裏就跟大家分享得七七八八 大家如果看完之後 很有興趣 隨時聯絡我 因為我已經成功幫我 一個客人 買到一個去心儀的單位 所以如果你都想 立即聯絡我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如果是的話 按個like button 留言告訴我 你喜歡什麼 或者有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個小鈴鐺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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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